由于书星丁雨昕主演的电视剧《永夜星河》正在热播 故事的开始是女主林妙妙周末看小说 实在忍不了烂梗加烂尾 怒而吐槽 却被拉进了同名小说的系统里要完成系统任务 逆转女配命运与捉妖师沐生、沐瑶、柳福一一起活到最后 同时还要攻略男二沐生获得百分百新动值才能回到现实世界 林妙妙刚被莫名其妙地拉进来 不想做任务 直接被雷劈 做新手官任务失败 独当重来了恩赐 于是也就是造成了播出当天第一个名场面 论男主沐生花式切水果 秒林妙妙 通关新手官后 系统直接把不会去世的金手指收回 导致林妙妙在沐生这朵黑莲花喜怒无常 殷勤不定情绪面前一直小心翼翼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再次被她捏死 林妙妙仗着援助加持 得知沐生唯一在乎沐瑶 抱紧沐瑶大腿 遇事不绝就喊沐瑶 而沐生为了在姐姐面前装乖巧 经常吃哑巴亏 气得不行 于是在沐瑶柳福一的眼里 林妙妙跟沐生是小学机相处模式 互相斗嘴 这部剧设定也很妙 最开始 沐生对林妙妙的好感度是负200% 属于极其厌恶这个人 林妙妙各种努力攻略 反而让沐生更讨厌她 而林妙妙只有在做自己的时候 不去想任务攻略的时候 沐生反而会被吸引 好感度上升 最新时级 沐生的好感度都已经被刷到了50% 沐生虽然是躲黑莲花 看起来冷漠不尽人情 但实际上 她藏着一颗容易受伤而敏感的心 她幼年受过太多的苦 以至于封闭内心 林妙妙像一个汉匪 阳光汉匪 一点点打开她的心门 像一束光照耀进她的心房 于是沐生被光锁诱惑 她开始在乎 林妙妙收了柳福一的香囊笑死 林妙妙是看到好感度飙升 才故意收下的她气得要死 转头默默地在房间里自己缝香囊 最后做出来一个沙包 强制地拿走了林妙妙手里柳福一的香囊说 味道难闻 一把火烧了 把自己的给她 她说 我的徒弟只能挂我的护身符 她说我第一次做不知道长短 她弯下腰 亲手给林妙妙寄上了丑的沙包 林妙妙吐槽是沙包 木瑶也说是沙包 这个服在水妙副本里 救了林妙妙一次 所有人都以为 那只是普通的护身符 而看过原著的人才知道 那个沙包里藏满的爱 原著里 林妙妙佩戴上着丑沙包后 掉入竹林 竹妖大坑里 受到攻击后 就被这股水蓝色的焰火护着 而林妙妙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这是因为沙包里的东西 木生从小跟着木瑶学木家绝学 走名门正派那条路 在客栈对峙水妙王的时候 为了不被姐姐发现异常 木生用反血符 镜像把人拖入倒影之城 不惜耗费大量灵力 即使灵力枯竭 也不愿意姐姐去冒险 水妙震惊 反血符是禁术 木家人绝不会使用 木生说她 只是木瑶的弟弟 不是木家人 但木生每次用 都会避开姐姐 而她却为了林妙妙的安全 把反血符放到了她身上 给妙妙的反血符的作用 类似于以杀指杀 对方用多大的恶意伤害妙妙 反血符就会将恶意打回去 立即生效 而且不需要妙妙催动 只要感受到了威胁 立即生效 原助理金城篇章 林妙妙代替公主 被荡城神女抓去焚烧 反血符直接让火烧不起来 前妻是一张一张的给 每次用了她再不回去 后面 木生干脆给她 写了一辈子都用不完的量 而且那是木生 用自己扮妖血写的反血符 威力更深 而这么大的威力 防的是大妖 但其实妙妙这辈子 都遇不到几只 对木生来说 她已经到了 不能允许林妙妙出 一点点意外的程度 跟水妖后对打 血被抽干了也不开带 毫无反应 但林妙妙没走反回来 躲在树干后 用孱弱的炸火花 对抗气节大妖 被大妖一招扫到 木生直接开大 谁让你碰她呢 木生不是说谁让你伤她 不是说动她 而是碰 这男人已经霸道到 连碰都不让人碰的地方了 自己可以受伤 可以被吸干血 但林妙妙 不可以受到一点点伤害 以杀指杀的反血符 相当于孙悟空 给唐僧化的圈 还是移动的圈 只要林妙妙带着 在这个人妖共存 处处是危机的世界 她就是安全的 更何况 援助林妙妙一开始并不知道 是木生的福在守护 一直以为是系统的功劳 这说明了一件事 木生是默默的做了不说的人 她的深情藏在亲手缝的沙包里 藏在为心爱人准备周全的退路里 木生哪里是林妙妙攻略的一朵黑莲花 明明是一只稍微摸摸头 就能跟你走的羞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